女人想要个二海 故意说自己的肚子疼 实际把老公骗回家 让她给按摩一下 彭佳佳自从嫁给孔佳成 救过起来父太太的生活 家里保姆成群 奢侈品更是多得用不完 这天彭佳佳准备带月月去医院检查 却发现忘记带了还了 于是让孩子在车里等她 当彭佳佳驾车离开的时候 林婷打电话催促她到哪了 因为儿科的好不好挂 她埋怨彭佳过惯了阔太太的生活 干什么事都非常懒散 接听完电话 彭佳佳安慰孩子 说了半天孩子也没有回声 当彭佳佳转过头一看 才知道孩子没在车里 等彭佳佳回到家里 果然孩子已经回来了 月月有先天性自闭症 根据医生诊断 这种病没有特效药 只能靠后天矫正的办法慢慢治疗 想着自己的孩子病得这么重 佳佳不禁潸然泪下 此时月月上前咬住了她的手指 疼得她大叫了起来 彭佳佳来找老公诉苦 老公却让她先回家 这让她怀疑凯瑟琳和她在一起 凯瑟琳和孔佳成在美国留学就相识 只是最后分开后有缘无分 现在是合作伙伴 但也是被人们公认的金童玉女 彭佳佳知道自己小护士出身 又不会外语 所以说危机感越来越明显 女大学生夏宇玲去医院里看产科 点名道信要灵婷给她看 看到夏宇玲已经怀孕五周左右了 灵婷问她生还是不生 灵婷听到这个女人生孩子 还要征求她的老公的意见 一下子愣住了 咖啡厅里女孩回忆和大为老师的第一次邂逅 那天北京下着瓢泼大雨 正当她觉得要被大雨冲走的时候 一把大伞及时地挡住了雨水 后来她才知道 她就是自己在读的大学老师 唐大为回到家发现门被反锁 于是便大声地敲门 灵婷生气地给她打开门 说起夏宇玲怀孕的事情 唐大为不承认自己跟夏宇玲之间的关系 还说现在的小姑娘都咋回事 随便都要往老师怀里扑 孔佳成打电话告诉彭佳佳 明天妈妈要从美国回来 所以让她去机场接一下 彭佳佳说自己明天在电视台的节目要开播 还要走红地毯呢 看到媳妇这么磨叽 孔佳成让她看着办 要是接不到太太有她好看 第二天下午 孔努从美国回来了 彭佳佳还是错过了接机时间 听到太太回来的喊声 彭佳佳赶紧从楼上下来 太太看到彭佳佳 穿个超短裙布说 在家里还套个恨天高 越看越不想搭理她 等婆婆上楼看孩子去了 佳佳赶紧拉住老马 怪她去接太太也不告诉自己一声 老马倒是冤枉 她打佳佳的电话没人接 所以只有自己去接太太了 为了讨婆婆喜欢 佳佳只有把一个大行李箱拉上楼 累得她吃奶的劲都用出来了 太太抱着孙子兴奋不已 她想要换掉月月手中的旧玩具 月月生气地抓她的头发 一帮人赶紧把孩子的手掰开 不料这孩子直接下嘴咬 看到孩子被教育得不成形 太太气不打一处来 她让老马带自己住酒店 结果准备好的晚餐也都没心情吃了 女人头戴一个小白兔 竟然一下子坐到老公的怀里 孔嘉诚让媳妇别闹了 这个地方离大街不远 要是被偷拍发到网上去就完了 没想到这个婆娘猴急得很 任凭老公怎样解释都不行 孔嘉诚看到这个驾驶 今天步车证恐怕难过关了 于是答应了媳妇 但让她先让开 自己好脱衣服 当媳妇让开身子的时候 孔嘉诚赶紧跑到车外 看到老公要跑 家家紧追不舍 她要老公看一下自己的良苦用心 如果不车证 那么就也站 听到媳妇这么野蛮 孔嘉诚吓得落荒而逃 结果家家被绑了 这也是孔嘉诚不得已而为之的 家家一百个不愿意 她告诉老公 如果还经常不回家 就去办公室找她开站 看到血口白牙的媳妇 孔嘉诚认为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这哪是什么媳妇 简直就像盘丝洞里的妖精 婆婆要把佣人都遣散 还给家家签一个协议书 让她负责家里的所有工作 还要把月月的教育做好 否则就别做孔嘉的媳妇了 家家敢怒不敢言 为了不被赶走 只有先顺着婆婆的意思做 夏宇玲假扮物业闯进了林婷家里 看唐大为不在家 竟然坐下来要等她回来 林婷马上发短信 还被夏宇玲抢了手机 林婷劝夏宇玲赶快回去吧 认为唐大为既然不想见她 那么在这里等于是白大 我怀了唐老师的孩子 林婷故意装傻 她认为夏宇玲如果不想要孩子 就生下来帮她抚养 听到林婷这么冷血 自己的老公在外胡搞不生气不说 竟然还要帮别人养孩子 于是只有兴兴地离开了 家家带儿子做康复 看到一个大姐带两个孩子 才知道是为了让自闭症儿子有个照应 故意要的二胎 大姐说止无心 家家却记在心里了 她认为月月也该有个伴 等他们都老了以后 两个孩子也好有个照应 家家找到老公 非得要在办公室开展 吓得孔家成赶紧躲避 家家讲了自己的想法 认为要个二孩都是为了家家 现在有父母和奶奶照顾 但我们终会有老的一天 那么还有谁来照顾月月 孔家成没有答应她的要求 让她先回家 公司还有重要的会议要开 等家家刚想开车离开的时候 孔家成突然打来电话 听到老公今晚就要 家家马上制止 她认为今天不是排卵期 要到了日子再通知她 孔家成叫她和秘书联系 为了怕害羞 就说是看音乐会 她听到这个马上会回家的 两口子正在清热 没想到婆婆闯了进来 孔家成召开高层会议 会后凯瑟琳还意犹未尽 含住孔家成说心里话 这时家家打来电话 说今晚有音乐会 这是她和媳妇的约定 排卵期到了就要一起看音乐会 孔家成瞄懂她的意思 答应她忙完这边的工作就回家 家家换好了护士服 这也是和孔家成第一次相识穿的衣服 当时家家在医院当护士 孔家成第一眼就看上了家家 所以说这套衣服是家家的幸运服 她再次穿上它 让孔家成找到从前的感觉 随着华尔兹音乐的响起 两人开始了音乐会的前奏 可以说家家保养得还不错 特别是在粉嫩的护士服印趁下 把精致的五官凸显出来 曼妙的身材也不像是七岁孩子的妈妈 第二天一早 家家还有些意犹未尽 竟然想再开一次音乐会 两口子正准备清热 不料被婆婆突然打断 让家家尴尬地钻进被窝 要她给自己个说法 唐大为不承认夏宇玲肚子里的孩子是自己的 刚想离开却发现她大出血了 夏宇玲被送到医院 初步判断是公外孕 要马上手术 可是医院的值班医生还在手术台上 唐大为给林婷打电话 让她赶紧过来做个手术 林婷赶到医院 才发现病人竟然是夏宇玲 而夏宇玲也要求换医生 眼看病人就要休克了 林婷果断地要给她手术 并且承担手术风险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夏宇玲是公脚不认身 送来的时候大出血 所以林婷请求主任 要求切除患者的部分子宫 主任知道林婷的职业操守 答应她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结果夏宇玲被切除了部分子宫 董小伟拿到夏宇玲的胚胎标本 让林婷去做一个DNA鉴定 看是不是唐大为的 林婷让她扔掉 董小伟却把胚胎标本放到了冰箱里 让她自己做决定 夏宇玲醒了过来 当得知林婷给自己做的手术 而且子宫还被切除一部分 她一下子爆发了 认为这一切都是林婷的计谋 故意让她没了孩子 而且今后也不一定有自己的孩子 林婷着急地跑了过去 夏宇玲一见到林婷便上前跟她拼命 要求她还自己的孩子 结果这样一闹 夏宇玲又一次大出血 主任看到患者的态度 让林婷回避一下 自己给夏宇玲做手术 林婷试了一下验孕棒 发现自己已经怀上了孩子 于是赶紧给唐大为报喜 此时的男友正在和一个杨妞在一起 发现林婷的电话直接给按了 家家手捧焰晕棒 口中不断地念叨着 然后迷住眼睛 悄悄地看了一眼 看到自己爱恋八年的男友劈腿 林婷的心都要碎了 她强忍着怒火 并没有什么张 而是坐在凳子上等他们过去 不一会 男友和女孩打了一辆低势走了 林婷赶紧跟踪他们 唐大为和女子竟然来到宾馆 女孩还特意在门上挂了个请勿打扰 林婷看到他俩进去后 赶紧来到服务台 林婷也开了一间房 正准备偷听隔壁的动静 却突然来了电话 原来是家家打来的 他说自己可能感冒了 问林婷能不能服药 就在他接听电话的时候 唐大为已经离开了房间 等林婷接听完电话 顺着强听了一下 听见女孩在洗澡 他给前台打了个电话 让他们送一个吹风机 给8608号房间 不一会功夫 服务员敲开了8608号房间 林婷正视女子真的在洗澡 不禁气愤地坐到了地上 看到林婷要退房 酒店经理问林婷 是不是有什么不满意的 林婷说这地方太脏 所以不想住了 田田帮闺蜜出头 来找唐大为 看到仪表堂堂的唐老师 田田恨不得上去 就是几个嘴巴 延续打了四五八掌 还把田田的手都打疼了 而台下却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大家欢呼田田打得好 早该收拾一下这个渣男了 原来刚才只是自己的假想 他刚想冲进去的时候 林婷却拉住了他 林婷说唐大为是自己最爱的人 如果他今天让唐大为丢了脸 让他在学生面前抬不起头 自己也高兴不起来 谁让自己爱唐大为这么深呢 这可能也是痴情女的共性吧 第二天上班 林婷还是觉得 把胚胎做一个低了化验 他还信任唐大为的鬼话 也许这个孩子不是唐大为的 那么他们之间还存一丝的希望 家家在家当牛做马 怀了孩子也不知道 怎么让婆婆知道 还每天在厕所里打扫卫生 他给林婷打电话 要怎么做 才会让婆婆知道自己怀孕 而不是由自己告诉他这个事 林婷给他出招 要遇到个过敏物 这样就自然地吐了 但要他演得像一点 免得被刁钻的婆婆识破 婆婆收拾冰箱 指责家家放过漆的物品 他一看机会来了 故意拿到鼻子上闻了一下 家家说自己老想吐 想用这个办法引起婆婆的注意 没想到婆婆却认为她吃坏了东西 看到婆婆这么笨 家家只有把肚子挺了挺 婆婆故意装傻 就是不往肚子上看 弄得家家只有知趣地干活去了 孔太太来找儿子 她说起家家怀孩子的事 认为家家不守父道 孔家成相信家家不会做出格的事情 怀孩子的事自己是知道的 她给母亲解释 再生一个健康的宝宝照顾月月 可母亲却担心家家的基因有问题 再生一个自闭症的小孩子怎么办 等儿子走后 她又把凯瑟琳叫来 认为当初家成娶的是她 她该多幸福呀 凯瑟琳认为家成现在过得也很如意呀 孔太太认为她摊上彭家家那样的老婆 迟早会被害死的 而且她说起彭家家又怀孕了 目的就是想利用肚子里的孩子把自己逼走 凯瑟琳认为婆婆在这里心情不好 不如眼不见心不烦 回到美国去生活吧 她每天要洗六个厕所 打扫十多个房间 还要带字避正的孩子 家家认为自己怀了二宝 要婆婆把辞退的佣人喊回来 没想到婆婆坚决不答应 她让家家把孩子打掉 用全部的精力把月月带好 看到婆婆这么绝情 家家委屈地想死 第二天一觉醒来 家家看到老公送自己的包包 惊讶的半天何不拢嘴 她知道这个包包价值不菲 但更喜欢让老公多陪自己 于是她给老公打电话 听到撒娇的媳妇 孔嘉诚承诺忙过这一阵子 一定会抽出时间陪她 现在她的任务是在家养胎 给自己生一个漂亮的小宝宝 妈妈打电话告诉家家 自己买了去北京的票 后天就到 家家指责妈妈老是搞突然袭击 同时她交代妈妈穿一些名牌衣服 买一些贵重的东西 不要让婆婆看清他们 孔嘉诚正在训斥手下的时候 家家打电话让她后天去接妈妈 孔嘉诚说自己没时间 家家在那里软磨硬泡 最终孔嘉诚还是没有答应她 家家接到了妈妈 她抱怨着每月给妈妈积那么多的钱 怎么还是一身的山寨货 家家让妈妈不要节约了 现在又不是从前 买几件像样的衣服还是有钱的 回到家里 看到偌大的家没有一个佣人 母亲要找婆婆说道说道 家家让妈妈不要再添乱了 这时婆婆从楼上走了下来 家妈约她一起聊聊 家家告诫妈妈不要乱说话 家妈说自己这次来了就住下了 杨慧兰质问她住在哪里 家妈笑称家里这么大的地方 哪都可以住 况且家家现在怀孕了 他们都那么的忙 所以自己留下来照顾家家 婆婆认为家家肚子里的孩子 要与不要还不一定吗 因为现在城市里污染那么严重 况且家家这次又是意外怀孕 万一生下一个畸形儿怎么办 还举例隔壁家就是没有计划好 生出来就是个兔存 隔壁的隔壁也生了带残疾的孩子 还有一家更是可怕 生了个连体婴 出生没几天就死了 听到城里生孩子这么可怕 亲家差点被绕进去 但转眼一想又不是这么回事 这不明明是要家家打胎吗 打胎很伤身体 所以说她坚决不同意 家家妈认为产前检查非常重要 她询问女儿 怀孩子的时候喝过药没有 有没有吃过不好的东西 家家听到母亲问得这么怪 才知道婆婆给她说了什么 她让母亲别信她的 那都是威严耸听 很多都是忽悠人的 女人躺在手术台上 愿由医生将自己的双腿捆绑着 她下决心和唐大为分手 说什么也不能要这个孩子 就在医生准备要打麻药的时候 灵婷突然想起自己的一个病人 她是宫颈癌患者 但为了保住自己的孩子 宁愿放弃癌症的治疗 也要生下肚子里的孩子 她猛地坐了起来 决定不做这个手术了 不管这个孩子是谁的 一定要把她生下来 下班回家 三个闺蜜在一起吃饭 灵婷聊起了这个患者的故事 也把两个闺蜜感动到 但听说灵婷也要生孩子 却让她俩吃了一惊 你还没结婚呢 灵婷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 既然小天使要降临 那么就张开双臂迎接她吧 田田和佳佳也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肚子 认为三个闺蜜同时怀孕 到时候一起生孩子多浪漫啊 于是几人高兴地跳起舞来 灵婷收到医院的邮件 得知夏宇玲的孩子 DNA父系附和唐大为 即便灵婷有些思想准备 但看到这个事实还是无比伤心 以至于倒开水的时候还烫了脚 她给夏宇玲打电话 想告诉她这个事情 夏宇玲却不想听 灵婷告诫她 如果不来见自己的话 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唐大为跟苏菲吃饭的时候 夏宇玲走了过来 唐大为用英文告诉苏菲 她就是一个精神病 叫苏菲不要搭理她 这时灵婷也找了过来 夏宇玲让她一起坐 并质问她 唐大为三个女友同时相聚 真让人惊喜 灵婷叫唐大为借一步说话 两人来到外边 灵婷将报告结果给她 可是唐大为却不看 她觉得灵婷有心机 不但切了夏宇玲的子宫 还跑来搅和自己跟苏菲的好事 看到还在执迷不误的前男友 灵婷一下子爆发了 她使劲地打唐大为 让屋里的苏菲非常惊讶 赶紧跑出来把他们拉开 唐大为送苏菲回宾馆 安慰她这两个人都是神经病 让她不要往心里去 但她却忽视一个重要的事 就是把DNA报告忘在了苏菲那里 佳佳醒来看到老公和儿子非常好笑 因为他们也俩睡觉的姿势一样 太帅了 于是赶紧发个朋友圈 佳佳起床后第一件事做瑜伽运动 因为生完孩子以后身材好恢复 妈妈却在一旁说风凉话 认为什么运动都是假的 在农村一天到晚干活也生得挺顺利 今天孔佳成要出差 佳佳特意问了居士和谁 当听说是一个人去她放下心来 等老公走后 田田打来电话 认为她晒的老公相片非常好 看他们一家其乐融融就放心了 佳佳却要感谢灵婷准确的排卵法 才让自己套牢了老公 两人又唠起老太太 想尽办法让自己堕胎 田田让她讲话注意点 让婆婆听到就不好了 其实这个时候婆婆正好回来 听到她讲自己的坏话也不吱声 拿出手机把音录了 婆婆听媳妇这样说话 赶紧找到儿子 让她也听了一下佳佳的说法 当听佳佳说月月生病 还有些幸灾乐祸 她恨不得把手机给砸了 而在家的佳佳正在整理衣服 月月拿出一张纸就吃 佳佳一看是老公的机票 她明明听老公说是一个人去出差 怎么会有两张机票 她想到肯定是凯瑟琳 于是赶紧收拾东西要去抓小三 佳成和凯瑟琳在公司谈论工作的事情 这时佳佳走过来 拿出飞机票要求她给自己一个解释 佳成认为是工作需要 没有必要得向她汇报 佳佳指责他们固男寡女的 一起出差在外边指不定会发生什么 而且说好了一个人去 现在又变成两人 这不是欺骗自己吗 听到老公还有理了 佳佳不依不饶 认为担心老公是行使妻子的权利 说得真好听 听到老公的说法 佳佳认为她知道了些什么 正在想办法应对的时候 佳成却要离开 佳佳装作肚子疼 佳成让她继续演 说破天自己也不相信 佳佳看老公不理自己 赶紧大声喊了出来 这招真好使 见媳妇真的肚子疼 佳成赶紧把她抱起来就走 女人怀疑老公出轨 竟然顾思佳侦探调查她 这天她手拿一张报纸 在咖啡厅里和福尔摩斯街头 侦探认为佳佳私自换了张报纸 害得她差点认错了人 她看到佳佳貌美如花 猜到她要查什么了 于是让她把老公和小三的相片发过来 佳佳认为价格好说 但要真凭实据 这一点侦探却十分有把握 这些都是自己的专业 月月坐在床上吃纸 张玉华看到赶紧阻止 喊声把佳佳吵醒了 她赶紧给月月把纸抠出来 不料还被月月咬了一口 这时手机响了 原来是福尔摩斯打来的电话 月佳佳在老地方不见不散 就这些东西啊 看到交给自己的流水账 佳佳觉得没有屁用 这只能说名人是活着的 福尔摩斯故意卖了个关子 认为有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价格贵了点 但对小姐来说可能又不算什么 佳佳不想听她废话 让她赶紧进入主题 当听到要八万 佳佳自己也没有这么多钱 这让福尔摩斯非常惊讶 佳佳让她给自己一些时间 侦探提出最多三天 否则三天之后将会见她的丈夫 因为她老公可能会出更高的价格 佳佳给玲玲借钱 这让玲玲有些意外 她觉得佳佳肯定是看上什么包了 于是让她忍忍 再说她一个医生刚买了公寓楼 现在手里面也没有这么多钱 玲玲没有钱 田田更是个穷鬼 正当她愁得没法子的时候 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喂 刘姐 原来刘姐是品牌店的老板 佳佳的很多包包都是从她那里买的 不如先退几个包包 等手头宽裕了再买回来 佳佳将八万块给了侦探 并说这些钱刚从银行取出来 应该不会有假 侦探认为都是应该惹的祸 如果老公剪点应该就不会出轨 在她数钱的时候 佳佳留个心眼 给她拍了一张相片 不料被侦探识破 没有办法 佳佳只有把手机交给侦探 让她把相片给删了 侦探将照片给了佳佳 当佳佳看到那些火爆的照片时 不禁十分的生气 佳佳不想和侦探再有关系 扔下一句话赶紧离开了 等佳佳走后 侦探却得意地笑了起来 佳佳内心非常难过 坐在车里伤心地流泪 侦探又找了过来 给她指了一条名路 侦探引诱佳佳 言外之意就是老公出轨 你也别闲着 说着她上前抚摸佳佳的手 佳佳让她滚开 赶紧开着车子离开这里 佳佳冲进会议室 看到孔佳成独自一人 坐在那里并没有开会 孔佳成质问她想说什么 佳佳认为自己一辈子都给了她 可是她对得起自己吗 孔佳成看到失态的媳妇 也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 孔佳成一看相片就有问题 这些东西都是电脑合成的 只有像佳佳这样的笨人才会相信 听到是电脑合成的 佳佳意识到被骗了 于是赶紧给老公承认错误 女人来到老公的公司 质问她还爱自己不爱 孔佳成给她对了回去 认为媳妇找人跟踪自己 还有资格再谈爱吗 发现老公又要跑 佳佳赶紧拦住她 非得要老公给个说法 看到胡搅蛮缠的媳妇 孔佳成只有如实告诉她 我只是想要一个孩子 佳佳终于听老公说出口了 自己就是她生育的工具 她认为老公心里一直装着一个人 所以再也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孔佳成承认心里是有她 因为佳佳一直在索取 而她一直在付出 而佳佳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不能给凯瑟琳留一颗心吗 跟我做爱的时候你也会想的 佳佳认为自己一直是个替代品 甚至做爱的时候 老公也把她当成凯瑟琳 被气极了的孔佳成承认了这一切 结果却惹怒了佳佳 孔佳成被打了一耳光 却拿椅子出气 她质问佳佳当初的爱 真是那么纯洁吗 佳佳也坦白了自己 因为看孔佳成有钱 所以才嫁给了她 但自从嫁给她后 一直本本纷纷地做好妻子应做的事 孔佳成认为自己错了 错得有些不认识佳佳了 她觉得眼前的媳妇就是个无底洞 怎么也填不满自己的欲望 看老公这么看待自己 佳佳哭得稀里哗啦 自己什么也不要了 说完便离开了孔佳成 凯瑟琳来安慰孔佳成 孔佳成紧紧地拉着她 认为今天的局面都是自己造成的 至时凯瑟琳现在都没找对象 凯瑟琳深爱着孔佳成 她跟着孔佳成来到国内 也盼她能给自己一个说法 只是爱情和家庭不能两全 她让孔佳成想开点 也许生活本身就是这样 不是他们能左右的 这个时候孔佳成的手机响了 孔佳成收到了佳佳的短信 她带着孩子走了 孔佳成知道这是佳佳的伎俩 玩消失刷存在感 她已经厌倦了这一套 妈妈给佳成打电话 质问怎么回事 刚才佳佳回来发疯似的带走了月月 佳成让妈妈不要管 自己一挥去找 孔佳成认为佳佳作俭自负 自己想要的都得到了 还在耍一些小聪明 凯瑟琳觉得女人还是可怜 给老公生个孩子付出这么多 不是一个别墅 或者一辆名车都能概括的 她是个女人 需要男人从心里面呵护 佳佳带着月月睡觉 林婷上前让她起来 同时指责田田刚在这里住完 她又带着月月来了 她质问佳佳还爱佳成吗 看到佳佳点头 林婷让她赶紧回家去 因为现在连警察都出马了 得知孔佳成报警了 佳佳赶紧坐了起来 看到林婷手机上 那么多孔佳成的未接电话 佳佳不禁乐了 百万豪车拉着几毛钱一斤的白菜 连司机都跟着搬 婆婆出来看到这个景象 问亲家这是在干嘛 老马也跟着附和 今天菜市场人山人海 都在忙着抢白菜和大葱呢 看到两人的亲热镜 杨慧兰很不舒服地坐到汽车里 司机老马赶紧过来解释 让太太等一下 把白菜和大葱卸下车就走 杨慧兰觉得汽车里面有大葱味 于是没坐一分钟又下来了 她让张玉华进屋 有话要给她说 等张玉华坐下 杨慧兰给她一杯铁观音 看到亲家喝茶的样子老土 杨慧兰让她入乡随俗 既然住在别墅区 有人收藏名人字画 有人挖了地窖收藏红酒 杨慧兰认为既然张玉华 弄了这么多白菜大葱 就干脆收藏这些吧 张玉华不知道是在讽刺自己 还洋洋得意地笑开了 张玉华认为豚白菜咋了 也没犯哪家法律 谁想说就由她说去 不料杨慧兰话音一转 认为一个女人在寂寞 也没必要饥不择食 连自己家的司机都不放过 这话一出 张玉华忽然明白了 于是便质问她说什么呢 她和老马就是关系好 没有她想得这么复杂 难不成是她看上了老马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就把老马让给她 看到婆婆在一旁生气 于是小心地过来陪不试 杨慧兰告诉佳佳 她之前保证过的都忘了 如果毁约的话 怎料婆婆这次没说自己 而是对自己的母亲有看法 这让佳佳有些难为情 佳佳把母亲的事给田田说了 不料田田却非常支持阿姨的做法 她认为老年人 也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佳佳认为母亲可以去找 但找到自家的司机 这让婆婆从中非常难堪 她认为母亲应该找个退休干部 或者是丧偶的老板 佳佳给母亲做工作 让她离老马远点 母亲为了女儿委屈求全 答应了佳佳的请求 田田回家 发现小叔子正在和女友亲热 田田看到这一幕非常尴尬 赶紧退到客厅里 小叔子带着姑娘出来了 她突然发现女孩穿着自己的衣服 而且还带着自己的项链 田田讲这根项链 是她哥给自己的定情物 言外之意就是动不得 小女孩不知好歹 静悟把项链取了下来扔到床上 认为田田不就是有两个臭钱吗 之后气冲冲地离开了 孔嘉诚给凯瑟琳承诺 等公司上市后送给她一套南湖湾的房子 凯瑟琳却说一个女人如果得不到爱情 就算有再多的房子也没用 这时杨慧兰来了 她提议让老马先休息一段时间 孔嘉诚质问她为什么 杨慧兰指责老马跟她丈母娘一样素质低 孔嘉诚认为老马跟自己这么长时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那样做不合适 但在妈妈的要求下 孔嘉诚还是答应过问一下 孔嘉诚给老马一些钱 婉言地让她先休息一段时间 老马说自己这些天一直想着辞职 所以这些钱自己不能拿 孔嘉诚告诉她 如果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自己一定会帮她解决的 佳佳送妈妈去火车站 借口去买站台票 把母亲一个人丢在广场 望着妈妈的身影 佳佳不禁哭了起来 她撕掉了那张火车票 而且给老马打电话 让她来把妈妈接回去 母亲看到老马 知道是女儿的主意 老马开着QQ 带着心爱的人回家了 两个闺蜜偶遇渣男 决定好好整治一下她 佳佳认为肚子里的孩子也要吃 并是点了五份蜗牛 每份688 光这个菜就花了3400多 田田认为光吃蜗牛也吃不饱 于是又点了五份龙虾 五份萨拉 最后还要了一瓶红酒 唐大为知道他俩有些过分 但也不敢有半点不愿意 佳佳调侃唐大为怎么一个人 他的大洋马到哪去了 唐大为自爆现在就是截然一身 观寡孤独 看到唐大为也会失恋 佳佳和田田在一旁起哄 这时服务员上来了大虾 佳佳刚吃一口给田田使个眼色 说准备去趟卫生间 临走怕唐大为跑单 还要了他的身份证 两人来到楼下 嘀咕着林婷肚子里的孩子真可怜 一生下来就没爹 更可悲的是林婷一直瞒着唐大为 他俩决定要演个双簧 巧妙地把孩子的事告诉唐大为 上完厕所 几人开始吃了起来 田田认为这么好吃的蜗牛 要是林婷不出那是肯定也来了 听到林婷出事 让唐大为非常惊讶 佳佳看到唐大为着急的样子 问他是不是还在关心林婷 唐大为认为自己也不是禽兽 没想到被佳佳给对了回去 你不是禽兽啊 看到佳佳不让说 唐大为猜出来肯定是林婷怀孕了 但他还没意识到这个孩子是自己的 田田突然冒出的这句话 让唐大为大吃一惊 而旁边的佳佳还在演 他埋怨田田把这个秘密说出来 这下让林婷知道了如何是好 第二天 唐大为去医院找林婷 护士说他正在门诊看病人 让他先打个电话 林婷刚给一个孕妇检查完 累得腰酸被疼 护士过来通知林婷 外面有个姓唐的找他 董小伟听到后马上冲出去 看到唐大为要冲进去 董小伟赶紧拦住他 让他看看墙上的牌子 看唐大为没有走的意思 董小伟只好打电话叫保安 不料被唐大为给按了 他不进去找了 就在外边也要等到林婷 看到唐大为耍无赖 董小伟让护士帮个忙 给唐大为带个口信 说林婷让他在医院 对面的咖啡馆等 下班的时候 看到林婷还在办公室 让小护士吓了一跳 你还不去约会啊 林婷来见唐大为 说自己不恨他了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唐大为质问林婷 他是不是有孩子了 林婷说孩子是自己的 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唐大为想要对他负责 林婷指责他 如果是为了孩子而来 那么他们之间 是没有什么好谈的 看林婷要走 唐大为赶紧追上他 让他给自己一个机会 做孩子的父亲 林婷认为自己的孩子需要爸爸 他问唐大为爱这个孩子吗 你没有这个资格 小女孩的脸被当成画纸 涂了一脸的颜色 家长找佳佳心事问罪 叫他看看孩子的脸 已经被月月画成小花猫了 而且画笔也有毒 会对脸造成腐蚀的 佳佳赶紧赔不试 认为孩子不懂事 要不就赔他点钱 不料人家不要钱 还叫他不要把生病的孩子 带到幼儿园来 一帮孩子跟校长练情 而月月却在一旁发呆 佳佳赶紧把孩子抱在怀里 认为校长不管孩子 校长给佳佳解释 月月非常认声 一碰他就叫 校长摸了一下月月 月月马上就叫了起来 佳佳不得不承认 孩子是有一点自闭症 校长认为佳佳自私 自顾自己的孩子能学习 却没有顾及到别人的感受 学校绝不收自闭症的孩子 聆听召见甜甜 让他如实说 是不是把怀孩子的事 告诉了唐大为 甜甜说自己是负金请罪的 而佳佳在家待着呢 因为他们家月月又被幼儿园踢出来了 甜甜让林婷赶紧坦白 唐大为的态度怎么样 林婷认为现在的唐大为真不一样 态度诚恳不说 还有些让人受不了 要是这样下去 自己内心肯定会松动 甜甜讲了自己的感受 他一直认为唐大为就是个渣男 反对林婷和他复合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发现林婷还爱着唐大为 而且又有了唐大为的骨肉 听到甜甜分析的倒是好 但林婷心里面还是没有底 看他举气不定 甜甜出了个主意 甜甜决定利用硬币 看林婷是否和唐大为破镜重圆 正当甜甜把硬币扔到地上的时候 董小伟走了过来 看到一个硬币在转 于是一脚踩在脚下 甜甜让他离开 因为硬币关系着老林的幸福 董小伟看了看林婷 问他是什么幸福 这时甜甜唱了起来 听到林婷要重新爱过 便捡起硬币转身离开 让一旁的甜甜丈二摸不着头 佳佳带着孩子来上学 看到小朋友在跳舞 也情不自禁地跟着舞着 佳佳让校长给孩子一个机会 如果哪家孩子的家长不同意 自己去给他交涉 或者走几个孩子 那些孩子的学费自己来交 不管佳佳如何说 校长都不同意 此时月月来到了教室的外边 他趴在门外巷里面观望着 和被他化成小花猫的小姑娘打招呼 佳佳赶了过来 他知道孩子非常想读书 于是照了张相片发给了佳成 孔佳成突然打断秘书的汇报 叫他调查一下 北京有哪些幼儿园可以收字避证的孩子 秘书刚要走 孔佳成又叫住了他 叫启怀不调查一下 他一个幼儿园需要什么手续 听到孔总要办幼儿园 让秘书非常高兴 他正发愁自己的孩子没地方去上学呢 第二天一早 孔佳成的秘书找到校长 秘书代表公司给幼儿园捐款50万 但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收留总经理的儿子 校长听说是孔总的孩子 认为肯定聪明好学 别说是一个 就是三五个也没问题 妇产科的男护士爱上女医生 而且女医生还怀着前男友的孩子 中午的时候男护士故意拦住他 要他陪自己吃饭 林婷听他这么说 干脆就陪他吃 不料董小伟却阴阳怪气 说林婷好了伤疤忘了疼 看到前男友来承认错误 就心软了 林婷认为这是自己的私事 他董小伟凭什么要管这么宽 被林婷揪了下耳朵 骂了声小屁孩 董小伟感觉还挺享受的 林婷在帮孕妇接生的时候 被孕妇无意踹了一脚 董小伟赶紧上前扶住他 林婷醒来看到唐大为守着他 当得知是田田通知他来照顾他的 他让唐大为把钥匙交出来 唐大为哭着告诉林婷 爱他的心一直没变 从前爱他 现在爱他 以后还会爱他 林婷是被产妇踢了一脚 可是他觉得伤的是表面 而被唐大为踢的一脚却伤到心里 他求唐大为一个事 立即从自己面前消失 唐大为约董小伟见面 他知道董小伟爱林婷 但现在林婷怀的是自己的孩子 要董小伟不要再纠缠林婷 董小伟质问唐大为 让他扪心自问 他爱林婷吗 他爱孩子吗 他能承担起家庭这个责任吗 唐大为这个软蛋 关键的时候就掉链子 第二天 唐大为特意来到林婷家里 他想表明自己可以接受孩子 听到他的表态 林婷特别失望 他不需要唐大为的怜悯 认为自己的孩子 已经有一个爱他的爸爸 听到林婷肯定的语气 唐大为尊重他的选择 他认为在国内显得多余 不如去法国求职 听到唐大为要出国 林婷非常的不舍 他俩深深地相拥 相互提醒要照顾好自己 唐大为将东西给了董小伟 让他等到孩子出生的时候 转交给他 之后又把自己的 在法国的联系方式给了他 唐大为伸出手来 要感谢董小伟 不料董小伟表情非常严肃 让他自己保重吧 在去机场的路上 唐大为给林婷发了个信息 告诉他正敢去飞机场 让他多保重 林婷看到这个短信 得知唐大为今天坐飞机离开的消息 于是他匆匆地坐车赶去机场 而此时唐大为已经离开 林婷哭着对宝宝说 让他跟爸爸说再见 他内心多么希望唐大为留下来 只是自尊心作祟 不愿意说出口 只能眼睁睁地看到心爱的人离开 董小伟抱着鲜花去了办公室 他告诉林婷 产妇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全家四十多口人都来到医院 看到林婷一点都不高兴 董小伟质问他 他走了 林婷质疑他怎么知道 董小伟说起昨天唐大为约自己见面的事情 听到这些 林婷经不住哭了起来 而这时董小伟却拿起一束花 嫁给我吧 林婷满脑子都是唐大为 哪有什么心情来接受董小伟 看到林婷不停地哭泣 董小伟只有知趣地站了起来 男护士爱上妇产科医生 竟然不顾他怀了前男友的孩子 还要向他求婚 董小伟把花献给林婷 从包里拿出一枚婚件 然后单膝跪地 林婷沉默许久 让他站起来说话 董小伟质问他为什么 林婷认为自己怀了别人的孩子 可董小伟结婚对他不公平 董小伟却觉得这是自己做的最勇敢的事 他要负起责任 把林婷和孩子照顾好 见董小伟不死心 林婷只得告诉他 这不是你应该承受的 董小伟想起第一天上班的样子 他被分配给林婷当徒弟 第一眼就看上了师父 从此两人形影不离 一起欢笑 一起悲伤 现在却得到林婷这么一句话 看到董小伟走后 林婷给肚子里的孩子说出了心里话 他认为自己撒谎了 但这样可以成全别人的话 也是值得的 董小伟伤心地走着 他把戒指拿了出来端向 认为林婷不接受留着也没用 于是给扔到垃圾桶里 当他走出时不远 回头看了看 一个捡垃圾的正在翻垃圾桶 于是赶紧跑了过来 捡起戒指便离开了 李香芹在林婷的照顾下也快升了 看这么晚林婷还来看望自己 两口子对他表示感谢 临走的时候 林婷交给徐立功一个信封 徐立功还想问个究竟 董小伟跑去质问主任 林婷为什么要辞职 主任说这是他自己决定的 林婷在信中告诉小伟 明知道他比自己付出的 多还心安理得的接手 对他不公平 同时他承认自己喜欢他 但是因为自己在上次感情的阴影中 还没有走出来 也没有勇气重新开始一段恋情 对于唐大伟 自己的希望有多大 伤痛就有多深 现在去谈感情还不是时候 自己不能把这种草率的结果 让他来承担 如果有来生 他希望能在自己最好的时候遇到他 一个月后 林婷换了份新工作 他给孕妇上课 给他们讲了湘晴的故事 希望大家都去参加他的婚礼 佳佳给湘晴准备了一个婚纱 孔嘉诚上前抚摸他的肚子 婆婆觉得他两口子挺有韵味 马上给他们照相留念 徐立功推着新娘湘晴走进了教堂 湘晴费尽全力站了起来 徐立功扶着他一步一步走上前 湘晴强撑着身体站在那里 几次差点要晕倒 徐立功将他抱走 并当着大家的面沉默 自己愿意跟湘晴在一起 永远不离不弃 大家听到这么纯美的爱情 都不禁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深情地为他们鼓掌 董小伟给唐大为联系 说林婷需要他 唐大为质问他为何要这样做 董小伟说有一种爱就叫成全 唐大为乘飞机回国 他发誓再也不会失去那个家 唐大为和林婷二人 开心地抱着孩子 这时董小伟来到 他透过玻璃抚摸孩子 此时却流下了眼泪 林婷向他招手 感谢他无私的帮助 他们一家人都会记住他的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